。 选前一枪就民表?她问,枪决李鸿基程序正义灾呢? 法务部选在8月31日枪决死球李鸿基,相较于蔡政府上任后从未执行死刑,此举大出意料之外。 也引发法界人士枪决就选情的疑虑与讨论。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质疑,选李鸿基出来枪决的程序正义在哪里? 2014年4月,李鸿基杀害妻女,结犯后表示与妻子娘家冤仇不解,即使出狱也会进行报复,让法官认定她无交化可能。 2016年判决死刑定验。 而李鸿基在狱中拒绝对她有利的精神鉴定,仿佛一心求死,枪决前也没留下任何遗言。 图TVBS 唐湘龙认为,过去封建时代,如果遇到诸事不顺,曾出现用活人祭天,把罪犯拖出来斩的情况。 但也有相反,在遭遇重大挫折时,或心中有愧时,皇帝假照罪己,或大赦天下,让百姓觉得有个新的开始。 。 这次法务部枪决李鸿基,从泛航严重性,到定验的时间先后性,外界都觉得好奇,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挑上李鸿基。 。 有人猜测分析,李鸿基案距经仅四年,证据搜集齐权,不容易有冤运误判情况,因此成为枪决选择。 但事实上,仍有许多法官与检察官议论纷纷。 。 以法论法,在蔡政府上任两年多都不执行死刑的情况下,实在找不出选李鸿基出来枪决的理由,因此衍生出枪决就选情的说法。 图TVBS。 。 唐湘龙认为,在这么多法界人士都质疑的情况下,民进党的确欠缺一个解释,枪决李鸿基程序正义在哪里。 。 法务部选在8月31日枪决死球李鸿基,相较于蔡政府上任后从未执行死刑,此举大出意料之外。 。 。 也引发法界人士枪决就选情的疑虑与讨论。 。 。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质疑,选李鸿基出来枪决的程序正义在哪里。 。 2014年4月,李鸿基杀害妻女,且犯后表示与妻子娘家冤仇不解,即使出狱也会进行报复,让法官认定她无交话可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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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湘龙认为,过去封建时代,如果遇到诸事不顺,曾出现用活人祭天,把罪犯拖出来斩的情况。 但也有相反,在遭遇重大挫折时,或心中有愧时,皇帝假照罪己,或大赦天下,让百姓觉得有个新的开始。 这次法务部枪决李鸿基,从泛航严重性,到定验的时间先后性,外界都觉得好奇,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挑上李鸿基。 有人猜测分析,李鸿基案据仅仅四年,证据搜集齐权,不容易有冤运误判情况,因此成为枪决选择。 但事实上,仍有许多法官与检察官议论纷纷。 以法论法,在蔡政府上任两年多都不执行死刑的情况下,实在找不出选李鸿基出来枪决的理由,因此衍生出枪决救选情的说法。 图TVBS 唐湘弄认为,在这么多法界人士都质疑的情况下,民进党的确欠缺一个解释,枪决李鸿基程序正义在哪里。